162 香港經濟日報 古上週淨流入新高 2015年7月14日要問A04 中國證券網引述新晚宏原研究最新發佈的報告 資金流向數據顯示,7月2日至8日,全球資金繼續流入 金額創下歷史新高 新晚宏原研究認為,壓抑多時的多方力量在上週四九日爆發 全球資金可能會趁此機會積極入市佬底A股 勸商警告,資金隨時撤不過該機構同時指出 需要警惕由於市場波動率加大和中國資本市場更加開放 在這一輪行程過去之後,資金可能隨時會撤 數據顯示,7月1日當週六得126.5億美元淨流入 上週為淨流入43.2億美元,7月到目前的流入額 已經回補了6月的資金的大額流出 A股市場在上週四前仍然暴跌,作為救市措施之一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for 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簡稱QFII壓度調高至1,500億美元 壓抑多時的多方力量在上週四爆發 當日戶指暴跌5.8% 上週五繼續跌4.5% 根據新晚宏員研究的分析,全球資金可能會趁此機會積極入市抄底 綜合以上因素,本週天亮資金流入 股災打亂人幣國際化不過該機構指出 同時需要警惕由於市場波動率加大和中國資本市場更加開放 在這一輪行程過去之後,資金可能隨時回撤 另外,突如其來的股災和糕市打亂了人民幣國際化 已有最推進的進程,就市場透明度和穩定性來說 這次危機暴露出中國資本市場的軟勒 這次 WILLwali 南南南南南南儀 大 road